这一次分享视频要来给大家介绍一种比较好用的构图技巧 善于利用前景来增加照片的丰富度、层次感 那很多新手在刚接触摄影的时候 在拍照可能就是开门见山 看到什么就拍什么 那这个时候它的构图技巧是比较欠缺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尝试 每次拍摄的时候寻找一下现场环境中 有没有前景来给你进行创作 让你增加画面的层次感 我们先直接来看一组用前景拍摄的照片 那比如说这些照片我们都是加了前景的 那这个时候画面的层次感、空间感就会变得比较好 如果没有前景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画面比较枯燥、比较直白、比较死板 但其实在现实的拍摄过程中 前景的寻找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需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不要只盯着你的相机 不要只盯着你的屏幕 要抽出来看一下环境 有哪一些物体、有哪一些东西 能够让你做的前景 比如说两个树之间的这个凤序 比如说我们的桥梁的这个图案 再或者树叶形成的这一个框框 都可以是前景式构图 那关于这个前景的类型 我大概是分为了三种的 一种叫做框架式前景 就是你的画面中主体周围框了一个框 那么这叫框架式前景 第二个叫做凸笋式前景 就是你的前景是从地面长出来的 比如说像芦苇那样子长出来 那这个在前面放着 这叫凸笋式前景 再一个是垂柳式前景 就像柳树一样 从你的头上这个照片的上半部分 上边缘垂下来 那么这种叫做垂柳式前景 你可以多多在生活中寻找这三类前景 来帮助你进行创作 那我们这一次分享的视频 大概就讲到这 那如果你想要学习构图的话 你可以来找我 我这边是有对应的构图课程 可以给到你看的 那我们这一次分享就到这 最后求关注 求点赞 求转